請大家就座 我們這個階段很榮幸邀請到 洪宇理事長來為我們講 鋼山醫療局的經驗 還有從副病會副主任來講 與基層醫療鏈結服務 以及最後壓軸沈心理小姐 為我們分享基層醫師對社會人文的關懷 那我們接下來請跟左光麗組長為我們討論 那下一個題目的話 由大鋼山醫療群經驗分享 由高雄縣DISCO會理事長王鴻義理事長 幫我們做他的經驗分享 那王鴻義理事長的話 本身是今年的3月21號就任 那他是服務於鋼山區的一個 王鴻義內兒科診所 那目前的話是在大鋼山醫療局裡面 他們是7加1服務他們的鋼山區裡面的民眾 那我們今天就與樂隊掌聲歡迎 王鴻義理事長喔 謝謝 謝謝 各位醫師 大家都很辛苦 沒有關係 我們現在還有很多人沒有進來 那我先做個小小的廣告 我們在甘山是一個小地方 那我們從93年做醫療學 我自己都覺得很認真地做 但是因為我們做到現在也有一點瓶頸了 因為現在我們做長照還可以 做居家就沒有辦法了 所以今天我們也是要來這裡 跟台中的前輩們 學覺怎麼樣做長照 怎麼樣做居家 阿黨在那邊鵝鵝城東縣 也可能跟你外面吃蛋糕 那個執行黨再來講一下 因為剛才看到台中在做的 城東縣就是悲天明人 他覺得失能的很可憐 失智的很可憐 那未來的可能性 這個都是我們台灣的青頭腦 那我們今天我來也很有誠意 我把我們兩個常務理事都攔了 一個是現在照相的黃崇聚 黃醫師 黃醫師舉手 他是全聯會的傳播 醫療健康傳播委員的委員 然後我們剛才也要選 就是我盧龍虎理事長 你又都交給他了 醫療的事情都要做他 你們英國都要做他 不要再做我 那另外我還有一個林思陽常務理事 那這個林思陽常務理事 那這個林思陽常務理事 林思陽常務理事是七一七成的委員 所以以後請台中的前輩們 多多給我們考驗 有什麼事情 我們要互相研究一下 那這樣子的話就會比較好 那現在我們就進入今天的主題 那今天的主題 這個是很久以前 那個時候 我要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三點到十點特別問診 我剛開院的時候很有理想性 你有問題 明天三點四點 我說七點鐘 白人都說你現在公共 我明天不可以 事辦了一年 只有三個人要來 後來就取消了 所以台灣我們醫生很希望做衛教 病人不見得願意 那現在的問診時間就很短 那因為我想大家都很累了 我們先做個test 我們糖尿病的指引就剩ABC 那我們要怎麼樣評估B 這個ABC檔文章 那健保署的網站就有說 你A做的怎麼樣HB1C 那這樣子的話成績還不太好 那C的話 LDL的話 我做得很好 那上一次國際署開外 國際署問我 糖尿不用了 血壓要怎樣判斷成績 陳隆林醫師 糖尿病B怎麼弄 B等一下再問你好了 我們怎麼樣從我們健保的書記上 來評估他的B怎麼做 那第二個是一個行李箱 18.7公斤這個有空再講 因為時間太短了 第三個是今天國中的題目 國中考試的題目不要嚇 就是說我們 這個好像沒有對的準 這個Slide能不能調一下 因為這個的話答案在 對不起 他這個下面沒有出來上面有太多了 今年國中的題目 他是問說 下面還是沒有出來 有有有有有慢慢出來 他在問說 我們怎麼樣減少大醫院的優商 怎麼樣減 減少醫療浪費 這個是問國中畢業生 不知道 哪個國中畢業生不知道 不知道 答案是不知道 這個是前天 李箱莎署長到高醫分級醫療 他也講到這一題 那我寫了一篇文章 大概下個月 還是下個月 台灣醫界會看出來 現在對調的 所以不要讓我對 沒有關係 可以下一張 我就寫了一篇文章說 這個題目誰要回答 我想起了 我一本都不知道 五代科舉制度 為什麼要有一個壯人 壯人就會回答這個問題的人 那可能就是衛生部長 還是 可能是衛生部長 還是 健保署長要回答這個問題 而且還要有執行力去做 不用他們 可以讓 節約健保 支援安會 這個都很重要 那這個是一年半前 我在義大演講的 大家都喜歡問健保 永遠不會到這個問題 其實那一天演講 我是很有誠意 我覺得我們會總和 是不可能 上個禮拜五 還是有人當場提出來 跟李箱莎說要會總和 那總和目標式也不可能 可是我那個覺得 刑事責任合理化 很困難耶 我們做到囉 醫師納入勞計畫 我們沒有錢喔 硬要做喔 那這樣子的話 真正的分級醫療 好像就沒那麼困難喔 挑剔好像也沒那麼困難 這是困難度喔 所以我現在比較有信心喔 我們82條都做得到 我們醫師納入勞計畫 也即將做得到 那是不是醫生的調期犬 分級醫療 轉診制度 這一些可能 會做得到 那民眾的觀點喔 民眾怎麼樣想的 基層診所 這個整支膽醫師有趣喔 我們 洪素卿 洪大記者說他怎麼 你知道嗎 頭痛就買個粉朵痂 皮膚病就擦得要高啊 有時那附近跌倒到診所 之後轉到醫院啊 所以他都到莊科醫院喔 所以分級醫療 沒有大家想的那麼簡單喔 這個是那個時候 我的縮帖 公共衛生處境會 醫工三文證診所 以營利為動機 小診所不會追求進步 論探診而已 小診所不會到時候 你的診斷怎麼樣 所以我們要怎麼樣 才可以落實分級醫療 那今天我們就是在講這個題目喔 那因為 這個去年3月 我在中山醫圈講過了 我怕寵物 所以我先把今天的重點講一下 等一下就會很快的帶過 那我們剛剛醫療群 有很多優點 那這個我們等一下再說好了 那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剛才有介紹 我3月10要當理事長 我覺得全世界最重要的事 就是提高診所的競爭率 當我們診所的品質 跟醫院醫院的時候 他不用2% 我們也可以搶得到病人 當診所的品質不好 你就是2% 5%也沒有用 那我們怎麼樣提高診所的競爭率 我們就 一系列的演講 那我們講什麼 這個我們第一場請到林士陽醫師講 講 什麼樣審查 就好什麼樣審查 你怎麼樣 很多人來聽喔 那我們就講 診所怎麼樣開藥 可以開跟醫院一樣的藥 不會被核傷 那我們就覺得 每一個醫生都來聽 你就知道 什麼樣我們才不會被核傷 要開怎麼樣最好的藥 那接下來 那大家熱烈發問 發問了一個多小時 那接下來第二場 我們在甘山請到快樂退休的 翁仁茂醫師講 他一輩子有什麼心得跟我們講 這個叫做醫生的傳承 那他的題目是 我們有多愛自己 因為很多醫生都持續得癌症 自己不做檢查都很無言 所以他覺得醫生一定要很愛自己 那你當醫師快樂嗎 他沒有跟我講 不過他講了一大堆辛苦 也有講到很多好的事 那你知道什麼叫我願意嗎 我為什麼要請他演講 因為他有好問 他說他常常看到別人的診斷 廚房 開要開不對 他很想要打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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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跟他講 所以他叫我理事長成立一個 我願意的群組 如果在群組內 你開錯要我要跟你講 你看到我開錯要 你要跟我講 大家都不能生氣講嘛 就算了 那這個就是前輩的風喚 不是說你要不要嫁給我 我願意 那因為通常我們阿斯瑪 有時候會開到運動 CKD有時候我們有開到一些藥物 就是如果不合適是不好 那他也講到他的本業 那第三場我們請到 我們的常務理事吳孟縣講說 診所怎麼經營 因為我們有一個理事 常務理事 他竟然開了4家診所 請了16個理事 他就經營得很好 那他就講了一大堆觀念 每個人都講 那這個我覺得都很重要 那這個的話 因為他是練EMB的博士 那這個他都利用他那些博士的東西在講 我覺得還講到4批 大家不要亂講 那這個都寫得很好 我講輕鬆一點好了 今年3月3號議事公會 我們74個人去日本移動半島旅遊 我們泡湯 他跟我跟另外一人也可以是泡湯 另外一人也可以是說 他要一個儀器 一百萬元才他 你看他回本 吳孟縣說 他OCT版的四塔 一台350萬 每個病人都做乳涕免費的 這樣子的話病人就會來 這樣子他整段就會精確 所以他講的很多很多 我都覺得我們可以學習 那所以 我們大家都聽到發音 他都聽到很高興 那所以如果這樣子 那我們一天到晚開會 一天到晚這樣子 我們就比較團結 那該商業療群 我們一直在進步 那我們有哈工店雜誌 我們的團體會叫一次多來三四百的人 那我們每年在進步 你做骨子中做什麼 我們去年就做姬嫂症 那姬嫂症的話 連我們阿工店雜誌 都會替我們宣傳 我們做姬嫂症 那當好 那個 鄭永峰來乾山看一看 從台北來看一看 我們怎麼做 阿朵也都跟別人 那姬嫂症我覺得很重要 那我們今天做什麼 我們今天做青光園 因為我們 做團體會叫 是跟乾山國群宴界場地 那我就跟他院長講說 青光園 越來越多 四十歲以上 很多有時候師民 那他能不能借我們 他們的眼科儀器 那我就 他馬上說 OK阿 要量也要下屋 那我們就講好了 我們今年就會多一個青光園 那 義大醫院去年 我們那個身體質量分明器 跟產商借人 今年一大把 一大把 你說 你是阿我幫你報告 我們買來 可以借你了 我說你放人家 放人家好不好 他還加碼說 你還要不要補職密度 還要不要餵教師 所以 只要診所跟醫院做得好 我們餵教就可以做得很好 那這個是我們 醫療型的聚餐 剛才 好像是 你在說他們有錢 我們也很有錢 我們還吃比較好 那這個是今年的四月八號 所有的醫療型的儀式 就把相互你包下來 那這個是八月五號 剛剛沒多久 陳其邁大概市長一定選得上 那我們也是請他來 那這一點要佐治的 那我們就是跟市長 未來的市長也是很好 將來比較好做事 那接下來就講 介紹肝山醫療群 可能我會弄得很快 那我們肝山醫療群 這個上一次就把未來 這個我們成都縣主委 請他這麼開心 我們去年講過 再放一次 那這個的話 因為這個比較不重要 我們這個去年講過了 那我們肝山醫療群 成立的始末 那個時候就是 那個時候是不得不成立 民國九十三年 卷保暑 叫我們一定要成立 我們一個女士 一定要成立一個群 那是背貨的 但是後來是做得很高興 那我們的特色 就兩個禮拜起群 是學術演講 我覺得這是最重要 讓我們大家一起 我們都是十二點到十二點半 吃便當療師會 十二點半到一點半到兩點 真正的學術演講 兩個禮拜一次 從九十三年到現在 你看大家的感情多好 平行轉診就沒有問題 那團體會教也做得很好 我們也有去 資料給病人 很多時候告群名投包書 那我們還有 做一些公益 那我們也爭取總和 可以做很多事 那這個是我們醫療群 這個的話 因為那個時候 謝博士已經不在了 那個時候 給我們很多啟發 然後陳錦煌醫師 洪德的醫師就是 剛開始我們的砍魔 我們學習的目標 到時候我看得偶像 偶像也很好 那接下來就陳錦煌醫師 那忍著臉皮要厚 南部八線市舉行的時候 嘉義舉行 叫我養我養我養 陳錦煌 陳錦煌醫師 他們就把陳錦煌醫師抓去了 那我們就可以跟前輩 有很多的浮動 那去年他也跟我講說 我們要怎麼樣牢牢照顧 他真的是很有頭腦 那所以 我們醫療群怎麼樣整合 就是我們甘山地區 然後甘山有秀傳醫院 國區醫院接下來義大醫院 然後我們跟衛生所 跟區公所 全部都會整合在一起 那 我們這裡本來有四個醫療群 後來多增加三個 後來陸主也加進來 那我們現在已經合併成三個大群 還有陸主 因為陸主離我們比較遠 那我們甘山會在台南高雄的中間 就像蘭里斯坦 像我們刺成一個 下一張比較清楚 台南在這裡 甘山的話 我們要去台南聽學術院講 替高雄聽學術院講 屋主在甘山 所以我們甘山就是 位置上是比較好一點 那我們甘山的幹部 因為都是全聯會的幹部 都是我們工會的幹部 我們有很多的資源 那這個是 93年 如果武林市長家開會 那時候乒乓酒桌都很客汗 你剛才很年輕 92.93年 哈哈哈哈 好 那我們的特點 大概就是說 我們都沒有排他性 這個跟剛才講過了 那我們也都醫化了 那我們還有一個醫師 他是民國十年出生的 那個時候我記得他都叫我寫意 沒有給他 我如果沒有寫一個名 我拖老 那我們這個是甘山最好的一個政策 就是我們一家診所一年 我們甘山有45家診所 67個醫師 我們診所 一家一年才表一萬五 那只有請一個秘書 就在盧東府診所的裡面 也不用房租什麼 都用盧東府理事長的 然後我們領到的錢 我們各扣4% 那做為聚餐、旅遊、郊遊 甚至做公益 那這個有一個好處 有很多人說 我賺五萬 你看賺五千 我看過你都賺五十萬 你賺五萬 你賺五萬 你就是四百萬 很多錢 你要賺多了 所以這個的話 變成劫富忌平 那我們可以做很多事 那我們把我們的紀念都寫在 96年就寫在 坦全委會的台灣一屆 那我們最重要的就是學術活動 我們沒有常識 我們學術活動 有錄影都還放在公會的網站 那我覺得這個是最重要的 那這個是95年 我們請的獎師 96年、97年、98年、99年 一百年 我靠 其實 王先生寫也是很有名的 王上次很有名 我們都寫很好的獎師 一百年我們請到誰 我們請到蔡嘉哲以前的中山校長 請到李國章署長 還有請到柯文哲跟趙粉絲 請說 他們講的話 我們都把它寫成文章 在台灣一屆跟大家分享 那柯P哥還沒這麼多 他還願意來跟我們演講 那也把他講的全部寫在台灣一屆 他跟我講說你怎麼可以記得那麼神 那這個以後再講 那李國章署長也來幹山演講 那演講我們當然也是寫一篇 說他講得很好 那李國章來幹山演講的時候 也是大家 我們演講都這麼多人聽 大概都八九十個 那他到幹山醫院的時候 那時候竟然每個地方都寫說 要器官簽證 他看他開心得很開心過 聖扇遺址 器官簽證 但是呢我們也沒有作弊的話 他也就看到這些東西 然後後來他的學弟再請他吃 他的學弟再請他吃 然後也吃得很高興 那這個是參加者校長 那我們大概都會請到很多好的醫師 郭爾昌博士是Kawasaki的專家 他來幹山演講 沒多久就得到美國的什麼醫師醫學會獎 那另外的話 陳洞夫主任也是講得非常的好 所以我覺得這一些演講都是最好的 那這一些演講就是說 他高學醫師怎麼治療 我們講三個月講一次 你一定會 你也不怕他要被而刪 糖尿病的用藥表複雜 我們三個月就講一次 所以就是寵物一直講一直講 薛光潔醫師也來了 那梁洪博士來幹山只有十個月 我們會請他演講 所以所有的人 我們都會請他到幹山來演講 反正我們兩個禮拜就一次 陳武元教授 我們演講還錄影 錄影請來放在我的臉書 或在工會的網站 大家沒有去都可以看 那這個就是我覺得 我們工會的網站 如果有一個攝影機就表示說 那個有全程錄影 大家別的地方沒有來幹山就可以聽講 那我覺得這個知識的傳播是最重要的 那甚至我們爐內取酸素這個最新的東西 也有請人家來講 那我們也請到常跟急診的副主任 來做那個緊急傷患處理的實作 那這個實作我們就覺得很有意思 因為大家都忘記了 那很多醫生都來講 講得都很好 那我們都會把它寫成紀錄 來衛教病人 那還有醫生在講 說安講 在實際上T2會越來越瘦 但是我們會飢餓 因為20人的本能 他講到 講得很有意思 講到我們幾億年求人的生命需求 我都覺得聽演講 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件事 那這個洪瑋傑醫師來講古松 古松講完以後 我們就可以做衛教 那你看這個病人 這個像不像古松的病人 他們都沒有肌肉了 那我們講完公事 就馬上叫我們去講古松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在公事 所以醫療群可以做很多事 公事都會隨著我們的腳步 那剛才 陳東縣理事來講 講到失智 我們失智也是很努力在做 大家想的都差不多 甚至我們在幹上論壇 我們也是PO了很多文章 那我本人是高雄市政府長照小組的委員 我們長照 我一直想做 但是我們現在還在努力中 那我們也請到以上 盧醫師來講 所有的 都 不好意思 今天台中我沒有請你來講 可能會比較容易一點 那另外的話 我們也到所有的地方去講 我們把這些講的都放在我們的臉書 我們的網站 我都覺得說 這一些演講就是最好的東西 那請到黃上智醫師 他自己說一個Case 那個GFR調到20級 就是因為腎上監視 打吸引劑 差點洗腎後要上去 他自己 所以他說大家要非常小心 CKD 台灣那麼多洗腎的病人 他自己是洗腎的專科醫師 他自己都導到接 不到剩下二十幾 所以 他說他的主治醫師 因為他住院 他很認識動 他然後打吸引劑 他自己說 他的醫生怕得很怕 我把這個人 他小的時候 就變成台灣以前的消化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所有的醫生 就通通都印象很深刻 所以他就強調說 不管怎麼樣 NSAT 就是不要給 不要長期給 尤其對CKD的病人 那我覺得說 這個都很重要 那我們請這些醫生 一直來演講 一直來演講 對我們來講 那我們也做成看板 就衛教病人 這個都是我們診所的看板 他如果有時間 我們都跟他講得很清楚 連 這個 北韓黃上智都會把我們的北韓講 那這個 今年的話 這是今年的演講 林宗憲醫師講得很好 我們一定要把LDL下降50以上 我們血管那些血栓 才會逆向的融結 那甚至這些 我們都跟病人講 甚至LDL他們信用降到30 那我們國家怎麼有錢 但是 他講了以後 我們就把它做成一個看板 這是一個看板 在衛教病人的 那病人如果說 我LDL130有什麼關係 我們都說 現在已經到50了 這個是我們在衛教病人的看板 甚至我們連這一些 一針八千塊的藥 我們都衛教病人 那今天不好的事情 那所以 奇怪 這個好像有點草木 那這個 我覺得學術演講是肝酸的特色 那我想 剛才我看了你們很多Case Report 剛才剛開始是Case Report 那Case Report 後來我們就覺得說 我們高品區有醫藥群的互相關抹 我們去鳳山醫院才發現 鳳山醫院都請常任的VS講 都做不追尊 所以或許你們也可以一次 請朋友我們的教授講 一次自己講 那他講了很久以後 我們就會收過 那這個是我們高雄縣醫師公安的會員旅遊 那我們也是請我們的兩個護理師 一個藥師一起去玩 總是要給員工一點福利 員工對我們才會有相親力 那這個是我們的藥劑師 這個是我們的護理師 那接下來 團體衛教也是肝酸醫療群的一個特色 我們團體衛教的話 我們是要激起病人 他的健康意志 所以我們團體衛教 我們都希望早期發現 那這個 換起我們民眾的意識 那所以 我們團體衛教大概都很多人 那 都沒可以這麼多人 在空軍醫院 就是集集集 三四百個人集的 大家通通都是 那這個本來都是一兩百個 後來就是衛生所的 歐多巴一小滅 廣播以後 我們就三四百個人 所以你們也可以辦公衛衛生所 跟你們合作 那這個第一次我們團體衛教 我們上面還是有跑出來 看能不能跳 所以我們第一次才六十個人 都是診所的員工 那現在已經做得很好 這個 一直都很孝領 人比較少 那我們就越來越多了 那這個就是 我們剛才講的說 衛生所的歐屋里長 他們有那種所謂的小蜜蜂 就是 街頭廣播 那幹商是個小地方 大家來聽 那這個的話 我們大概團體衛教也講 都可以 而且這個可以聯絡 沒有感情 我們每一次團體會講 要出動十幾個醫生 二十幾個護理師 那這些醫師 大家感情都很好 那所以 雖然說都是禮拜天的下午 但是 大家感情都很好 那我覺得 我們請到營養師來講 這個都很好 我覺得這個營養師都很天宅 很好 那這個的話 我們如果護理師 兩個都親自照相 所以我們醫療群都說 三個大三個小 那我們有很多攤位 那每個攤位都是幾幾幾 那後來就越來越多 那我們好像在打仗一樣 我們就是說 團體會要演講 我們是五月二十幾要演講 從四月二十七那天做什麼 五月四要做什麼 五月四要做什麼 就一直錄上去 好像是一個作戰計畫 然後我們每一個到的病人 都有一張單子 你去哪一站 可以做什麼檢查 骨質密度 什麼一樣 那哪一個醫師在哪裡 那這樣子的話 那我們也有 當然會送一些伴手禮 不然開不然 那伴手禮 只有一次沒有人要來 就是我買書送的家 不來不來 大概是十幾年前 以後我就不買書了 我都買這又不來 那我們也有那個 送看醫師不要錢的優待件 那這個的話大家喜歡 可是診所受不了 那我們演講 都是有獎真打 所以都很多人會來參加 這個是我國小 我六年級的導師 竟然摸到頭獎 所以回到我故鄉開演了很多 那我們參加的人 大概都不少 實際到的人數都不少 那最多曾經有到四百六十八個 好奇就卡卡卡 那這個就是剛剛的團體會叫演講 那我們就是增加身體質量測定器 這個是我們去年才多增加的 那我們都會寫單紙 順便跟他講 那這個基嫂 這個儀器一臺都十幾萬 那一大也去買了 以後我們就可以開始咬你了 乾山儀道群東東 是咬你了 這個場地會 國情願界我們也都不要講的 我們一下都很節省 那這個零工牌 很多人都會來 那來這邊的話 就像大半半 連鄭永峰都會來這邊 測股指密度 雖然用腳的比較不準 只做一個schooling 所以我覺得 愛你入股 很爽動 那名義就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每次也講 都要帶很多醫療來聽 那大概我們的團體會教演講 就是 那衛生所 這個是衛生所現在都加進來 衛生所現在很喜歡跟我們在一起 因為他們的業績都要靠我們 這都是衛生所 那這個是衛生局的無區站 所以 都會驚動到所有的長輩 這個是震聲寶寶電台 他們也會來跟我們插花 那每一個人送一個 那我們醫療群 團體會教演講是我們的特色 那我們的成本 這個跟大家講成本 我們拜託廠商 大概給他一萬塊 他拿很多儀器來做 如果空物可以做尿酸血糖 那血管硬化不太準 但是因為有人喜歡做 骨質密度 那意外的話 有一些紀念品 有一些摩采品 這半開差不多三半期 那當然醫師的錢 我們不給醫師 護理師也沒有給 獎智慧也沒給 所以真正的成本大概要十萬塊 其實大概三萬三就可以了 那就可以換得這麼多 那這個是最新的 這個是我們7月6號 新來的衛生所的所長 他馬上就來跟我們合作了 那這個是7月29號在講的 所以這個都是最新的資料 7月29號 盧理事長 現在變成我們農業理事長 我們大家也是打個舞台 大家都來啊 大家都覺得說這個是一個 很有意義的地方 那這個找出大廠來的話 這個是我自己寫篇文章 就變成說要怎麼做大廠禁 那開一個開湯庫 就從裡面插圈去做大廠禁 那怎麼樣禁止 我們寫在台灣一切 把這個界給病人 畢竟他做大廠禁 他讀一讀 他就知道怎麼樣 那現在也都不痛 那幫我做的意思說 我把他罩子太胖了 那不是我罩子 因為我在裡面啊 所以大廠癌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50歲以上還是 鼓勵他做大廠禁 把息肉切掉 那剛才那個台岸 陳龍林醫師好像要回答 他血壓沒有在說 他有幾分鐘 血壓現在其實 最主要還是要 考慮到家裡跟那個診所 所以他診所現在是140 是90 我說Jim 怎麼樣從你申報的資料 知道你血壓 目前其實是我們上傳 可是那上傳其實不準啊 那什麼方式比較準 我只是努力這樣 請問問 這個問題是 貨物圈會贈的 就是說 其實從直接血壓量了之後 直接會過一時 然後直接上傳 希望有這麼一天啊 因為這個都要錢嘛 上傳這個都要錢 那我們診所怎麼做呢 我們診所賣血壓機啊 我賣了140 讀線 Alabama 表示說我很認真在量血壓 啊我每天看 拜託會買血壓機 我跟國建署說 你看看診所賣幾台血壓機 就知道他做的好不好 那這個是我們這一次去會員旅遊的 那我們也是招待我們的員工去 那我們要對員工比較好 就沒有什麼勞持爭議 那接下來我們有很多衛教的資料 這些我們都會寫很多資料 就是寄給病人說你當體衛教的時候邀請來 我們就有這些衛教資料 那這個衛教資料我們大概大家輪流寫 那如果我都會先寫一寫頭好再報車再寄出來 那這是我們寄E-mail給我們的病人 不過當我做一個市場就沒有時間寫了 真的是太忙了 那我兩個禮拜寫上信給我們的病人 那我們也會跟病人講說要怎麼樣看病 因為這個就是最重要的 你怎麼樣選你的家庭醫師 你看病有什麼注意事件 怎麼樣做視線癌篩 篩檢怎麼樣做陳建 我覺得這些衛教都是最重要的 那這個就是國界署現在在推的一些 所以這個跟官方的互動 我們也是互動很多 那我們還是做很多公益 那這個公益 我都敢一心特急給這個公益 那這個勞計劃 我們也寫了很多文章 就是醫療群 那這個是台灣的醫療策略 就是要學日本檢床檢的15萬床 我們一直增加床 一直蓋新的醫院 那台灣的請怎麼會夠用呢 最後我們還有一張要跟大家報告一下的 我們做公益的話 這個是我們最早的聚餐 聚餐這個立文都有來的 然後我們做公益 時間到了嗎 我們做公益的話 大概四年前 那個勞工局的庇護工廠 拜託我們醫生來用 醫生採過列車買中秋月明 那我們第一年 我們就買了27萬 第二年買了50萬 去年買了99萬 今年我們總共買了200萬 那醫生做這個事情 可以讓勞工群感謝我們 可能一粒一休的 比較緊張一點 那社會學感謝我們 讓那個市長都有報 所以我是覺得我們醫師行有益力 大概也可以多做一點公益 那這個後面還有很多東西 因為今天前面就拖比較晚 不好意思再拖了 謝謝大家 等一下有空 謝謝王理事長 看到他這麼多的精彩的內容 才知道自己的不足 那時間的關係 我們就 有沒有問題啊 沒有了 我們就交給 下位主持人林昭上知青長 謝謝